前兩輛轎車並排緩慢行駛 雙方似乎還在叫罵 後方車輛全被擋住 直接黑車駕駛比手劃腳後 加速離開現場 就怕被對方跑掉 白車駕駛也急忙跟上前 卻在幾個路口後 被另外一輛車攔下 對方一下車 輛到攻擊後迅速逃離 當時被害人開車載的妻子 也要去吃飯 而在路上去遇到了欠他錢的 黃姓男子 要求對方停下 但對方卻是不肯聽 雙方是一路追逐 而被害人就在這個路口的地方 被另外一輛車攔下遭到劉姓男子遲到攻擊 衝突發生在新北市三重 雙方開車在街頭追逐 超過五百公尺 事後欠錢男子趁夕落跑 留下他找來的劉姓朋友 跟債主談判 警方調查證明四十六歲 劉姓友人過去有多項的傷害前科 下車後手拿開刃刀 用刀被拍打五十歲的中性被害人 還用刀砍車輛被一殺人 未遂跟毀損稅送辦 但事後法官認為傷害的程度 跟動機不構成殺人未遂 改一傷害罪判處拘役五十天 其實最主要的差別就是在於 行為人究竟有沒有殺害的故意 行為人所下手時的部位 再來第二個是行為人所下手的次數 再來第三個是被害人所受傷的程度 來做判斷 這回法官認定被害人跟嫌犯互不認識 沒有直接殺人的犯意 有殺人未遂 改判傷害罪 但別以為不直接攻擊就沒事 只要當下亮出了違禁品 像是瓦斯槍 空氣槍等等 就涉犯槍炮彈藥刀線管制條例 最低的刑期三年起跳 TV新聞李黃龍 郭瑩 在美麥新聞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